非常适合当老板会成功的 我刚刚听了就是当老板真的不容易 不是说只有管销售 产品的品质 还有人员 资金的调度 还有店面的装潢设计等等 面面要聚到真不容易 我把这种能够当老板的面向 手面向的特色 把它列出四项来 然后给他标个分数60 70 80 90 分数越高越是成功的老板 好 我们先从六四开始讲起 一般的老板大概第一项都有到 我们两位贵宾也是 就是事业宫 事业宫就是额头 我的额头很亮 额头要饱满要明亮 饱满的意思就不是说一定要高到很高 就是高宽之外呢 要有点圆弧形 圆圆的 然后要亮 这样的话才是合格 又饱满又亮 那也就是说在事业宫 这样是什么叫事业宫 表示他的思虑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细微 然后有企图心 然后能够看得很远 有眼光 然后呢 他要亮又代表什么事呢 他正在思考中 如果是暗暗的 表示他的思考都是失败的 他也在想啊 很多人在想要做事业啊 结果都是失败的 那亮的话 表示他思考的成功 都知道往对的方向去做 这个就是第一项 我给他评60分 第二项我用首项来看 首项在我们这边有一个首碗线 这首碗线一般来讲 大概是一般人是两条或者三条 那这个两条或三条里面呢 有一个我们称为叫做裁缘线 好 裁缘线 要深刻清晰 先说我们这首碗线 第一条线 最上面这条线是代表你身体的健康 看你身体的好不好 尤其是泌尿系统比较跟你有关系 这是第一条线 我现在讲裁缘线就是第二条线 再强调一般人这边是两条或三条 那三条就少 一般就是两条最多 那第二条呢 就是我这里讲的裁缘线 钱财的来源 什么叫钱财来源 我们做老板就是做生意要赚钱嘛 大众之财源源不断 就是财源滚滚 人家钱财全部要到我们的口袋里面 做老板这样才是成功的老板啊 所以这是要第二条线 那第三条一般人比较少 第三条线是更好 但是我们今天不讲的是第三条 是讲第二条 观众朋友你也看看你的第二条 这条线呢就不能够乱 不能断掉 不能够这样断断续续乱七八糟 或者一大堆的倒纹 这都不合格 难怪财财猫要这样 深刻清晰 财财猫要这样 对 让大家看我的财源线 我的财源线 我钱财的来源源源不断 这条财源线要清除深刻 那我给他平70分 下面80分的就是 我们做生意一定要用到嘴巴 那这时候呢 你最好要口大有收 口大有收 收的意思就是 不要嘴巴永远开开的啦 开开会吃亏会被人家骗啦 就没有讲话 嘴巴要关着 那嘴大 口大有收 他第一个好处就是会讲话 做生意一定要会讲话 第二个口大有收 代表他有领导力 因为他要带动员工 我们一起来怎么做 一起来打拼啊 所以这就代表两个意思 领导力跟口才好 会讲做生意都是包括在内 好 最后我给他90分的 最高分的是看我们的全骨 那全骨全骨代表全力 那这个全骨我们画的 对 因为这是图画的关系 当然画的一般不会说 到这么难看啦 全骨要有力有秤 什么叫有秤 就是你有全骨 但是不能说要有个肉来衬托它 不能这样 整个都是削下去 没有肉也不行 要有肉把这个骨头秤起来 秤起来代表什么呢 管理管理嘛 全骨是管理 管理要管理得有艺术 你同样管理 有的人会惹人家讨厌 人家反而反抗你 员工都不听话 那么有肉有秤的话呢 表示你管的每个 管理的每个非常多 你能够掌握得到 那个管理的要领 那员工都服服帖帖 或者说你的客户也是要 都会能够听你的讲解沟通 那这样的话才是成功的 所谓的老板的命 那这几项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那这事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